老杨到处说 我们来说说所谓的洗礼之争 这个由头一直在传 那最近这两天的由头又出来了 是怎么回事呢 我相信跟中共自己内部宣传记忆力 造成的一种资讯落差 就导致了类似这样的什么权力斗争之物 此类的传闻再度的升起 好了 我们本周呢也就是本周星期天 香港时间呢 北京时间的11点早上 会做互惠会员的专属的对谈 在本周那么加入的首20名的 成为忠实会员的朋友 将会享受原本是属于超级会员 老杨小组对谈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对谈呢可能跟直播差不多 也可能类似小组的会议 那么各位呢 这个可以直接来提一些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一起来互动 来一起来讨论 原本就已经是我们的忠实会员 和超级会员的朋友 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个 本周讨论的一个 当然的这个一个成员 那么如果大家对加入会员有兴趣 请点击以下的链接 好吧 言归正传 李克强总理20号到重庆 检查洪灾的消息 中央三个党媒 支支未提 直到了23号晚上 中央级的党媒 央媒才开始报道李克强 新闻晚了三天 台湾的媒体说呢 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呢 习里内斗再度升级 根据就是习近平的消息很多 李克强的消息很少 而且推迟了三天 我们都知道李克强是8月20号 前往长江水患重灾期 重庆的同南区松贝村 勘灾 那还来到了重庆呢 慈忌口等个地方呢 慰问受灾群众 有关央媒党媒对习近平 勘灾的消息连续多天 头条大篇图的报道 但是对李克强考察的消息 我们旨在隶属于 国务院的中央 中国政府网来发布 那么新华社人民日报 央视 主要的这个党媒 央媒没有一点点消息 好像呢 这个总理是不存在似的 好了三天以后 8月23号晚上 在央视的新闻联播中呢 李克强考察重庆的消息 排在第四条不晃 前三条呢 当然都是习近平的报道 内容比习近平的报道少了一半 习近平的报道有七分钟 李克强只有三分钟 哎呀 这些好事之徒啊 掐着苗表算啊 那么好了 当天那个9 当那23号的9点左右呢 新华网 那么也报道了 李克强在重庆考察灾区的消息 24号 人民日报才报道了 李克强在重庆考察的消息 虽然新闻是放在头版 但是是在右下角 小篇固的呈现 就这样子 有评论就认为这些微妙的迹象显示 习近平 李克强不同调 日益的公开化 他认为呢 这叫中共内斗还在延续 这个 结论下得有点早 这个过程呢 就知道了 之前有关北戴河会议啊 纷纷扬扬啊 会神会社啊 就是说 北戴河之前呢 习近平李克强啊 从脱贫斗到了斗地摊经济啊 那么他认为呢 习近平的公开场合也给李克强很难看 那么习近平呢 一身清爽呢 在北戴河会议后到安徽去考察 考察洪灾后 20号呢又主持了一个呢 经济内循环的战略 就是重点台叫开发长三角 那么当天 李克强则是依一个 泥靴的泥令 到了重庆呢 谈西部开发 要当地乘机机 承接东部转移来的产业 要敢于参与国际竞争 我记得好像是到猪八戒网那里去考察 有关李克强的新闻 迟了三天才上央媒党媒 这几天呢 海外舆论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他认为呢 李克强被边缘化 被孤立化了 这个很有意思 亚洲 自由亚洲电台说呢 这个东西呢 前几天 中宣部向人民日报传达一个内容 叫做王富林指令 报道李克强的新闻不能上头条 不知道这个东西有真有假 这个虚实如何 据说这个指令的具体内容 还特别强调 即使当天的人民日报 没有报道习近平的活动 李克强的新闻也不能上头条 这说的有闭子有眼的 看来这个王富林 如果是真的话 可能对李克强还是有一点偏见 直接的感觉 第二 有评论人章认为 洗礼之间不同调 开始在公开化 那么现在这样的党政 两套班子运作出现一些不协调 南院北院的各行歧视 那变成是一个新看点 法广呢 也认为呢 李克强被党媒 而央媒封杀 意味着习近平方面 要对李克强下重手了 要在舆论战舰上边缘化 孤立化 让他一直成为弱势总理 说明了这个李克强的党内的 所谓的派系斗争中 已经落居下风 我在前几天呢 曾经跟我们的会员朋友 有做一个专门的节目 那么我也交换了几点意见 我想在这里面 无珠大家都看过了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 今年五月 中央电视台总台的台长 中宣部副部长 好多好多 慎海雄 在整个央视的一个联会上 谈到央视的总任务和重要任务 就是聚焦一个首要任务 这个首要任务呢 就是精心做好领袖宣传报道 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阐释 好长啊 一下子断了去 要坚持以领袖的高度 就是宣传报道追求的高度的标准 要打造原创精品力度下功夫 要更接地气 论路无声求实效 让习总书记的重要思想领袖魅力 风采 春风发野 飞路寻常百姓家 要创新时政的新闻的报道 要生动讲好总书记 治国理政 管党治党 爱民为民的故事 生动展示各个部门 各个地区 践行新思想 推进新创造 展示新作为的故事 让领袖的思想 传播的更精准 更潮 更负感染力 要进一步的发挥 总台语言 网络的支援优势 一国一策 做好领袖思想风宽 和人格魅力 对外传播 为元首外交 大国外交天才 说得很明白 央媒也罢 党媒也罢 中央一级的媒体也罢 任务就一句话 一切围绕了总书记 精心做好领袖宣传 除了总书记 除了人民领袖 没其他人什么事 好了 第三呢 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跟李克强 两个人的问政风格 不一样 不一样 李克强也是自清出身 也当过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他也熟悉龙活 这次到重庆 一掰那个运营棒之道 这烂了 今年收不成了 虽然他的体力 不像习总书记 那么的空无有力 一米八高个子 扛不起两百斤小麦 不换间走十十里山路 但是我相信他也算是龙活了一把好手吧 不然怎么能当大队长呢 好了 我们也注意到在宣传报道上的确 央媒 有关习近平 有关李克强重庆刑和其他报道的画面不多 相反习近平的画面真的是够很多 如果真的这一次 不是国务院理属的这一个中国政府网 不去报道李克强到哪里去 很少人会知道李克强的重庆现象 李克强的贵州之行 李克强的湖北之行 很少人知道 所以这一点也许 或不是也许 央媒党媒 他在主管意识形态 主管部门 他有自己的一个组织报道的一个纪律要求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外面不知道 所以就很多牵强附位的想法 好 第五呢 可必须跟大家很清晰 清晰地表达我个人的看法 李克强个人的政治性格和表现 他不可能成为海外所谓的党内反习势力的 召集人或者领袖 李克强再怎么说 毕竟是个书生 是从个人成长经历和所效益的养成 他不太属于 基本不算是心狠手辣手起刀落 具有钻断者性格的人 他也没有红二代的愉悦感 他没有政治场域上的霸道 就党内政治斗争的经验 他没有办法跟习近平抗衡 说实在话 想跟习近平抗衡要有一个前提 第一要有枪杆子 有刀把子 有笔杆子 有钱袋子 再加上要有至上而下的 组织人士的网络 没有这些 你在中国政治舞台要呼风唤雨 是很难成事的 现在又是大敌当前 忧患内忧外患 很容易这样一个国内外的紧迫形式 会有效的不同程度抑制 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声音 颇使大家一直对外 这也是他们作为一个权力命运共同体 之所以能够放下七件的关键因素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所以我们不去做 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想象 如果说报道这个前后 他没有这个要求 人家就一门心思 一门心思为领袖服务的 那你怎么办 因为李克强他毕竟不上义领袖 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吧 是不是国务院总理 是不是弱势 另当别论 现在平心而论 李克强的确在表现上 比习近平更加的接地气 更加的亲民 第一把手跟第二把手会有距离 这个距离就会让李克强 比较容易获得民间社会的同情分 但也只是同情分而已 现在网络上流了一个段子 流传一个段子 最近有一种流行病 尤其在朋友圈里面蔓延 这个流行病的病名很长 叫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叫暴风雨更猛烈些吧 综合症 简称暴中 那主要的病症是什么呢 这些人天天盼望着有重磅新闻出台 如果没有三天没有出现重磅新闻独家报道 这个人就会视之无力 无精打采 茶患不思 我们现在实际上很多人都不同程度 有这样的暴中病症 所以呢 还是要持一个平常心 像看热闹看戏一样 看舞台上的人各显身材 这样的话心灵也会比较健康一点 平心静气来观天下 这样的话老杨也就可以继续的到处说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